安全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我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努力的话 在我们在互相尊敬的基础上打交道的话 我们可以实现什么 所以我非常期待着在这一次访问当中 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够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交往和了解 中美两个元首共同会见的记者结束 谢谢大家 Let's conclude the meeting with the news media Thank you 好 观众朋友 刚刚我们现场直播了中美两国元首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 在结束了今天上午的大范围会谈之后 共同会见记者双方发表的致辞 那今天在演播室里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 本台的两位特别评论员孟祥青先生和杨宇先生 我们现在请两位对刚才双方元首的简短的致辞也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我们看到从两位元首的致辞当中表露出的信息非常的丰富 而且确实这个会谈像胡主席说的是坦诚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 而且两位元首在致辞当中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 双方会继续积极的建立21世纪这种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 而且我注意到胡锦涛主席在这次当中说到了 双方要稳定建立共同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 我觉得这种表述是挺有新意的 对这个胡主席的这个讲话和奥巴马总统讲话 有一个共同点 基本上都强调了两国首脑这次会晤达成的共识 特别是胡主席的讲话有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这次首脑会晤的一个总体评价 就像你刚才讲的坦诚的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12个字的总体评价 那么紧接着第二部分胡主席 我觉得是大量的谈了中美两国首脑所达成的共识 这个共识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 我还仔细的稍微梳理了一下 我认为基本上分成两块 前四个部分的共识是从战略层面和全局层面达成的共识 后面那么涉及了具体领域 大概是14个共识 我刚才归纳了一下 那么我现在想强调的是前四个共识 第一个共识就是在面对国际形势这么复杂变化 特别是全球挑战增多的情况下 两国都同意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二个共识就是在心情下 中美两国还有广泛的共同力 而且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那么第三个共识就是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 来加强对话交往合作 对两国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第四个部分就是你刚才讲的 在这样一个中美两国的新的定位当中 我们一方面强调了 两国要积极的建设 积极合作的全面中美关系 同时还有一个新的定位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样一个伙伴关系 我觉得这个确实负有生意 那确实负有新意 的确就像胡锦涛主席在这次当中 说到的一句话一样 中美关系非常的重要 所以维护和促进双方的这种关系 也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我们也期待着也乐见中美关系 能够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好 感谢两位评论员 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新闻直播 我们再会